街頭塗鴨的概念 也能成為學生的筆葉作品 中華技術高中 國中部美術班的學生 不曾當在中華市立道書館分享技術創作 學生透過塗鴨風味色彩以及鮮明的山條 來表現青春掛條 欣賞學生的美術作品 美鳥家長都去讓創意十幾個技術創作起因 國中生而已 但是它的構圖 它的創意就是跟不一樣了 每個階段每個階段 我看到國小的 國中的 高中的 每個階層都 這樣它就比國小再更上一層樓了 因為它的國中生的構思又跟不一樣了 國中生有無限的創意 多數的學生 更加將自己的生活經驗 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展現在微博上頭 疫情算是蠻嚴重的 就突然就想到可以畫一張 跟疫情有關的作品 主要是用綁畫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要跟大家了解 動物保護的議題 中華技術古中校長表示 這次古中部美術版的筆壓作品 是以塗鴉的概念為出發點 還想上官員用風味色彩表現過 作品內容 包括樹苗 版畫以及水菜和創意設計定定 那我們今年呢 我們把它定位在一個塗鴉的世界 那我最主要是要讓孩子們能夠自由自在的 在藝術的境界 在美術版裡面 能夠在這三年盡情的發揮發展它的天賦 提供給孩子舞台 彰化藝術高中 我們把它定位在張藝365 我們真幸福 就因為中華技術高中 為在北瓜山頂 還想能夠真主宰 在台主人的環境當中合室 作品上萬少年外的自由主宰 這回也比亞這片電 是指定我們在這個中華技術相演 大張新聞中向中華 才很無德